司机可能是孟加拉最危险的职业 他们不仅要在摩肩擦肿的街道上突出重围 还要面对莫名其妙的暴躁乘客 为了逃票 他们有的会砸窗户跑路 有的会理直气壮地拍司机脑袋 严重的时候司机甚至被打得弃车而逃 在人挤人车挤车的打卡大街上 没有人是容易的 为了几十美分到几欧元的工资 每一个司机都要学会在街道的夹缝中 艰难谋生 孟加拉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它的首都达卡 位于恒河三角洲 布里甘加河北岸 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人口超过一千五百万 被称为清真寺之城 随着人口及车辆的不断增加 让打卡的街道 渐渐变得像真饼一般狭小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像血液一样流淌进首都 为了赚快钱 而成为街头上的司机与车夫 他们在污浊的空气和杂乱的噪音中 往来穿梭 有时奔波一整天 只能赚到几十美分 此刻 25岁的查尔德 正在老城区的一家商店 装载电视机配件 然后运去物流公司 他一天能运送大概两到三次 不过具体次数 还要取决于交通拥堵程度 这里的人力车是禁止在主要街道上行驶的 但只要塞给交警十美分 就会被放行 查尔德是夏尔巴人 来到达卡 从事人力车工作超过七年了 因为家里穷 他被迫辍学出来打工 同时还肩负着供哥哥 完成学业的重任 因为对于孟加拉国的穷人来说 通常只有足够的钱 来支付一名家庭成员的教育费用 人山车海的达卡市区里 有时很像一座迷宫 会让司机们失去方向 这时候 物流公司派出的运输帮手 会为司机指引方向 即使这样 他仍在交通堵塞一小时后 才感到交货地 街头上 各种老旧受损 超载的车辆往来穿行 在恶劣的条件中 人们都在各凭本事混口饭吃 这辆原本承重五吨的旧卡车 因为承载了十八吨钢材 而坏在路中央 现在 这位司机不但要自掏腰包 赔付务实费和工人工资 还要花钱修车 代价实在高啊 相比脱家带口的货车司机们 35岁的黄包车司机 阿奇姆似乎自由许多 他原本是一个农民 因为赚不到什么钱 于是来到城里 做起了黄包车夫 每天赚取几欧元 也算勉强能养活乡下的妻子 和两个孩子 这一晃 九十二十年 他在驾驶时 会格外小心旁边的巴士货车 和普通汽车 因为前段时间 他被汽车寡碰了一下 一下子就停工休养了三个月 街头上一位乘客 正在跟阿奇姆讨价还价 他们以二十美分达成交易 这个价格 在高度内卷的打卡街头 非常具有竞争力 他就这样 在高温下的街头 日复一日地登着车轮 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 相比之下 唯一能够在炎热的街头 舒适工作的人 恐怕只有车上带空调的 出租车司机 马努拉的黄色出租车 绝对是街头的一种奢侈品 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 也只有富裕的客户或商务人士 才做得起 自从七年前当上低歌以来 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交通堵塞 本来短短二十分钟的路 动辄就要塞上两个小时 对于稀释如今的他来说 每一分钟都想在扔钱 英国人大卫吉丁斯 也深有同感 虽然他常来孟加拉出差 也已经开始学会用当地的语言 进行简单交流 但他却依然无法适应 达卡的混乱交通 这里的车辆从来不上保险 交警也从不管理道路 红绿灯形同虚设 行人过马路也全凭运气和功夫 或许是打卡街头的堵塞 让本国的交管部门 也有些看不过眼了 于是颁布了新的公路法规 并挨个分发给路过的司机 不过他们或许忘了 这种法规宣传单 司机们早已领过很多次 为了快速抵达目的地 无论是黄包车还是出租车 都会拼命往前赶 没一个人愿意让路 为了缓解这种混乱的交通局面 交警会在高峰期时 来到路上进行管控 不过看看路人们 这沸腾到顶点的情绪 就能知道 当局的管控作用 只是杯水车薪 现在查尔德正在老城去的 一家批发商店 装载建筑材料 运输这种细长的货物 需要绝对的实力 因为他们很容易 在狭窄的街道上翻车 一旦他在途中造成了任何事故 还需要进行车辆维修 及医疗费的赔付 在打卡 每天至少发生200起交通事故 其中骨折 颅骨外伤及内伤 最为常见 但孟加拉的医院资源有限 不仅没有足够的护士 缺乏手术空间 许多伤患病 甚至连病房都没有 有时走廊住不下了 还要露宿在外面 不过 只要经济实力允许 你依然可以预定到 医生团队的专属问诊待遇 古里斯坦公交站 是全国巴士的集散地 此刻 查尔德正在挨个寻找 前往夏尔巴的大客车 准备把最近赚的钱 交给回乡探亲的叔叔 带给家人 虽然孟加拉国的公共汽车 毫无舒适度可言 但却是普罗大众 唯一做得起的交通工具 每公里只要1.5美分 因此 他也成为打卡道路上的 真正忙者 32岁的扎拉克 驾驶公交车超过10年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司机 为了更安全顺畅地运行 他专门雇佣了一个22岁的助手 考萨 扎拉克的大巴 每天大约盈利40欧元 其中还得扣除燃油费 为了赚得更多 他常常会在摩肩擦肿的街道上 努力超车 因为有考萨和他打配合 一路为他引导线路和爆站 让他的工作高效了很多 虽然每天都要在车上工作 至少16小时 但考萨很喜欢这份工作 不过他有时也会感到恐惧 他们常在路途中 被人力车司机找麻烦 有时还会遇到一些 情绪不太稳定的乘客 为了逃票不惜放火或砸坏车窗 有时状况甚至会严重到乘客把 大巴车司机打得汽车跑路 孟加拉的人实在太多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灵活的双脚 和挤进重围的勇气 想上车可不容易 既要尽量避免危险事故发生 又要确保在一天结束时 赚到足够的钱 开大巴的生计 也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虽然交通十分拥挤 但在孟加拉街道的缝隙之中 仍有属于人力车夫的一席之地 在这个人力车停靠站里 有大约一百个车夫在这里常住 他们会把车停在休息站旁 上楼小睡一下 在不出车时 睡觉 吃饭 修理人力车和处理琐事 就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有些车夫是和家人同住在这里的 他们的妻子 有时会靠着给车夫做饭 赚点外快 七十每分就能吃到热乎的一日三餐 菜单通常是米饭 蔬菜 加一些鱼类 打卡的街道上 最让司机们崩溃的就是道路施工 因为这会让原本就很难行的路段 陷入全面瘫痪 为了降低成本 当局一般会选择人力挖掘 一筐筐土石被工人们传递到路面 有时也会引发各种伤亡事件 现在 查尔德准备在路边摊喝杯茶 顺便开始他们最喜欢的环节 无良交警吐槽大会 比如有个同行 今天不但被交警殴打 还付出了十美分的代价 阿奇姆没有心情休息一秒 现在 他正带着一位大货司机 阿姆贾德 赶往郊区码头 他会在夜幕降临时开始工作 载着货物驶进市中心 在此期间 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否则司机有可能被殴打 或被送进监狱 午夜时分 路上依旧车影重重 查尔德的车子 在形形色色的车子中间 谨慎穿行 阿奇姆 也在车辆的夹缝中 形弱油笼 回到宿舍 疲惫不堪的查尔德倒头就睡 进入短暂而踏实的梦乡 日出之时 他将电力满格重回达卡的街道 迎接周而复始的 飞奔人生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